这个翻译啊 咱们以前纠正历史问题 这一个太君这个词 因为翻译官的语言不太好 他把日语 日本人呢尊敬我们中方的人的大人 什么什么大人的时候 说拧了 说成一个太君 这翻译一说错了就带动了 很多人都说成见到皇军了 见到长官了 都说着诸头太君呢 松井太君了 其实是大人 日语里边没有太君这个词 没有词 这是中文的大人这个词 就像我们普通人说 满族人的太太 为什么叫福尽呢 这福尽的汉语咱们说叫夫人 满族人说夫人的话 叫大夫人二夫人 他弄拧了叫什么大福尽二福尽 再转回来 转回我们汉族人一听 这都是那个翻译给 翻译坏了 这翻译坏了 对 您贵姓 今儿没带 我是 我也是翻译 但我这翻译是好翻译 行才的行 行翻译 谢谢您 谢谢 您别乱讲 刚才才知道太君是误翻译 就跟当时汉人不懂满人 福尽是夫人的意思 把这个音给译过来了 现在汉语里边有好多事 翻译的都比较怪 刚才这位是日本的翻译官 纠正太君这个词 不要批译官 谢谢 感谢观看